这块弧状窄平的一木板 安在琴额下端 名叫月山 月山是古琴最高处 琴尾低处嵌有龙吟 月山 龙吟承载琴弦 传递声音 龙吟到月山之间的距离 便是古琴的有效闲场 大家好 我是2021年 从零开始学古琴的基金 前几集影片分享了古琴果布上徽的过程 这集影片记录为琴挑选 安装月山 龙吟和灌脚的过程 这是灌脚 硬木防撞 保护琴弦 两块灌脚 端正对称 也是视觉上的美观享受 我们选配件 这边有看到 无需中宁 我应该是跟我的琴一样 因为我的是灵机 黄色的灵机 绿色的是绿坛 绿坛的颜色就会比较 其实这个也挺好看的 比较清幽 我们的红的就是小饼跟小饼 还有更淡的就是红柳鞍 红柳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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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脚容易嫩瘤 红柳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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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子汤 师姐选 花棱 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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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汽以后的颜色是这样的 但好美哦 这样比较能看得出来 上汽一点 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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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绿坛 这样比较有直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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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天晓 最后我选了绿坛 所以就是这样的 中文字幕 绿坛 绿坛 尝尝 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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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合一下那个曲绿 这样服贴的不OK 然后这个地方 再加上这个层线 这个是普遍内侧线 这个是S曲线 这个多出来都没有电池 看看 这一块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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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一下 这边要修 这个要直线过来是吗 对 这个地方要磨成这样 痛 准备 1个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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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个 17%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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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